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每一架HH60直升机在伊拉克坠毁机上,七人全部于南路透射。 原以美国两名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,美军一架直升机,今天在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坠毁。据了解,这架直升机是HH60铺路鹰。 不过L-Martin电视台却表示,美军一架直弩干直升机,在叙利亚边界附近的一座磷酸岩场的去坠毁。 当时与其一同持航任务的海有一架黑鹰直升机,当时直升机上共有七个人。 阿拉伯电视台,原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,机上七人全部死亡。 并表示救援人员,目前已经发现了六具尸体。美国武装力量中央司令部证实了直升机坠毁的事实,并表示直升机上有美国士兵,但并未说明这些士兵是否受伤或者已经死亡。 目前事故发生的原因尚不清楚,直升机是因为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害,是因为受到攻击才坠毁的。 不过,有消息人士告诉ALMAYAD-11N电视台,这架装有弹药的直升机,由是因为发生技术故障而坠落的,并在落地后起火。 随后,美国CNN原因,在续美国联盟消息称,美军一架HH60普鲁英直升机,在伊拉克西部坠毁,距离叙利亚边界不远,机上有美国士兵,现在救援队,已经赶到坠毁的点。 目前正在调查事故原因,但是初步数据显示,这架直升机并未受到攻击。 HH60普鲁英直升机是美国多用途指,升机的改进型之一,主要用于士兵的医疗后送。 美国ABC电视台称,这是美国自2014年参加打击恐怖组织行动以来,第一架在伊拉克坠毁的直升机。 目前,伊拉克共有5200名美军士兵,主要协助伊拉克军队和安全部队打击恐怖分子。